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每天都很闲的老夫子 今天来这个地方试一下 但是现在温度有点高 现在才三点多 温度有点高,30多度 所以不知道好不好钓 要钓的话就要钓深一点 但是这个地方本来它就不深 没办法 试试运气 今天的第一条 这个河里全是温度 又是我们的老演员 我们的老演员 又是一个老演员 勾在他肚子上了 水流了一肚皮 怎么老是都挂在肚子上 全是这种小鱼 这不行 这个点不行 全这种小鱼 我走 让你动够了 我再给大家表演一个舞蹈 跳吧 跳的还挺优美 跳吧,快一点啊 快一点跳啊 不要说我折磨鱼啊 不要说我折磨鱼啊 是你自己要的 是让你跳的 我可没让你跳 又是挂在肚子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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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什么 道具组的太不专业了 怎么老是把这个鱼 挂在这个肚子上 这个钩 道具组的老是要批评一下 真的要批评一下 你看这样搞得人家多难受 全是血 是不是 又来一个 这回是挂到尾巴上了 别动别动 我马上放了你啊 哎呦 别动 为什么不信任我呢 现在大概才四点多 因为今天天气太热了 而且这个点也不好 全是小鱼 应该不是这个点不好 应该是这条河都不行 因为我在这条河里掉了 两三个点了 全是这种小鱼 所以有时候现在不是换掉点的 问题了 而是要换河的问题了 今天一共钓了 我数一下多少条鱼啊 一二三 四五六条 六条 六条鱼 把这六个小孩放了吧 把这六个小孩抓出来放 哎 一会儿 小孩 别跑 哇 这个小孩 一个小孩 两个小孩 这个小孩受了很严重的伤 刚刚勾到他的肚子了 你看他的肠子都出来了 刚刚我放了第一条也是 他的肠子都出来了 不知道还能不能活啊 这个小孩是健康的 这小孩健康的 没受伤 这个是今天里面最小的一个小孩了 估计刚出生没几天 哎呦 这个小孩也还行 受伤不严重 只是受了一点点伤 这个是今天的最后一个小孩 这个小孩的左腹 这个腹部也受伤了 全是因为全是勾到他的肚子了 好了 今天的六个全部放生了 太小了 太小了 太健康了 Holland